邵氏出品 避暑精品 这句宣传语对影迷可谓是记忆犹新 如今邵氏电影已成为历史 可留下的许多作品 仍历久明星 欢迎来到小春电影 这次分享的是李翰祥指导的 牛鬼蛇神充的第二个故事 民国初年 广州母小镇洗衣新春 街头集市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一群人抬车出的台点 浩浩荡荡走在道路中央 围首的年轻人三不一扣手 当地人信奉七蛇化身的二亲爷 七蛇所在的七封罐 周日消火不断 求神为补者更是络绎不绝 除了大批求财求福的男男女女 还有长期饱受腹痛的老妇人 以及重伤心爱走不了路的壮汉 七封罐外有个说书人李翰 正在讲述关于二亲爷的故事 据说他是白蛇传说中小青的弟弟 修炼千年道行其身 曾让乾隆皇帝失身折服 二亲爷的封号由此而来 果不其然 老夫人喝过万灵伞 容颜焕发 腹痛症状腰道病虫 他零零答谢老道长 赵汉的心盖上 喷洒了些万灵伞 不仅立马康复 精神抖擞 还能踢出力道十足的连环腿 从外地反来的上海夫妇 对此疑惑不解 有人好心解释道 这是向七封罐的二亲爷还孕 凡是喝过消灰配置成的万灵伞胜水 任何疾病都能根除 一个本地人不屑的质疑 认为只是那些老道长的障眼法 欢迎出口 同人连忙提醒他别胡说八道 小心遭到二亲爷的惩罚 没想到不出五秒 该人竟然头疼欲裂 众人连忙将他送往清风罐医治 此时 外地夫妇来到小镇的一家营装 会计正在细细检验他们给的银票 等到确认无误 他便向掌柜请示兑现 由于饥饿较大 掌柜自然不敢怠慢这位大客户 他很快和外地夫妇套起了近乎 外地男子递上了名片 介绍自己在上海市南京路开筹端庄 他对二亲爷是否真的灵验非常好奇 掌柜的态度则比较玩味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于是外地夫妇来到清风罐内 找到摆摊算命的老婆婆 想算算能否在当地开分店 老婆婆仔细观察男子的掌闻 口中念念有词 用笔在白纸上记录了下来 但老婆婆并没有马上揭晓答案 转身就问起外地夫妇的身份 而电影中的第一个骗局已被揭穿 误完之后 外地夫妇拿起老婆婆的白纸一看 惊讶的有点不敢相信 上面的姓名和地址全都正确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老婆婆摊位的隔壁 有位老先生偷听他和客人的对话 然后迅速把信息记录下来 再通过墙面上的暗格 交纸条传递给老婆婆 所以说所谓的神经妙算 只不过是两人的小把戏罢了 奇怪的是 外地夫妇刚走出清风罐 遇到了一个坐地讨伐的女乞丐 男子竟然激动的上前喊娘 围观众人分分不解 女乞丐更是莫名其妙 男子说自己不该处的妻子 怎么能把亲娘气的离家出走 他要求妻子当着大伙的面 吓会赔罪 一时间双方置之不下 男子便强行拉着女乞丐就往外走 甚至一脚踢翻地上七套的铜板 深夜时分 清风惯的老道士挂上门 电影又揭穿了第二个骗局 三不赢后手的年轻人 长期饱收腹痛的老妇人 重伤膝盖走不了路的壮汉 诋毁二亲爷惨刀报应的本地人 以及几十个群众演员前来要钱 由于香油钱比平时翻了好几番 老道长提出工钱加倍 群众演员当然不满 不是提出撒手不干 就是要将内情抖出去 眼睛如此 老道长只好笑眯眯稳住众人 他在掉花白的假发和胡子 带着清风惯内的几个道士 陪着大伙打牌故意输钱 老道长还不断盯住他们早点休息 因为明日是出发顺心 大伙病人要忙碌整整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 庙内香火欲发旺盛 民众成群结队来到清风惯 纷纷用钱换了一趟小铜钱 都朝着大铜钱的前沿里头 这就是所谓的打金钱一眼 据说要是打中了铜铃 或者打中洞里的老道士 谁就会交好运 一年大吉大利 老道士正经危坐 却心乱如麻 注意力全在对面三姐妹的大腿上 另一个道士则更加猥琐 透过乔凤正在偷看姑娘的群体 而在清风惯的门口 说说人吕丕 唱起金钱眼的故事 使劲鼓动大伙去沾点好运气 刚才的三姐妹凑近上来 小张吕丕帮忙换点铜板 还使劲几眉弄眼 挑刀引诱 虽然吕丕被每次所打动 她却好一圈三姐妹 不要打进前沿 表示一切都是老道士骗人的伎俩 外面的群众演员配合造势 她负责宣传这一出戏 好让大伙前来掏钱 没想到吕丕的真情实义 主事让三姐妹非常感动 双方约好 即夜好好聚一聚 深夜时分 吕丕匹来到三姐妹的家中 发现这里的楼梯七拐八弯 有点像广后楼的大戏院 你看吕丕匹有点不安 三姐妹便自保门户 说她们的名字里都带鹰子 要不要来个三鹰站吕丕匹 吕丕匹自然吸引神会 心里顿时勒开了花 她来到三姐妹的闺房 看到一张大大的勤区原床 上面是透明的遮底网纱 床上放着一本明代春宫图 打开便是传说中的七十二世 就这样 吕丕的幸福真的从踢而降 过了一天 外地夫妇又去钱庄队银票 两人把老娘请到一边歇着 还顺便介绍给掌柜认识 但妻子拿到现金一点 发现金额明显不够 男子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计足了数目 他赶紧找出银票交给会计 掌柜心想这是老顾客 加上对方又赶时间 便吩咐会计先给现钞 稍后再来核对 不少一边对掌柜感激不尽 一边对老娘表示 要先和妻子去提货 让她在钱庄稍坐等候 另一边 吕丕小少玩三姐妹的热情 体力不知请假一天 他照常来到茶馆坐坐 巧合的是 几个熟悉的群众演员也没开工 他们执意要请吕丕丕去免费看戏 便声称场面会非常火爆 然而一到戏运 吕丕瞬间闪了眼 这不就是三姐妹的家吗 同伙子带她来到楼上 准备透过网纱欣赏人间大喜 万万想不到 三姐妹这次带了戚风惯的老道士回家 说的话和昨晚一模一样 多明确交代 这里外头有人 他们就靠这门生意挣钱 但竟从上脑的男人 往往来不及细想 前庄掌柜自己也被挨了一刀 外地夫妇之后给的银票是假的 他请警察前来调查 才知道连外地夫妇的名片也是假的 所谓的老娘只是一个女乞丐 掌柜和警察想去追责 女乞丐表示自己从不偷不摸 偶尔金被别人认错做老娘 好不容易出了几天安心饭 却落得如此诈骗的罪名 女乞丐显然是死猪不怕热水烫 声称要抓要罚 随便怎么处置 这一幕又被门外的吕皮目睹 而他早已成为人尽皆知的男佣 在大伙的嘲笑和否刺身中 他尴尬地落荒而逃 此后吕皮和老道士一样 沾上假胡须戴上帽子 才敢在清风挂门口继续说书 这部电影拍摄于1973年 估计没几个人认识导演和片中主演 但充满暗抚的故事题材非常有趣 直到今日依然发人深省 观看电影解说 关注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